大家好 来关心天气 在星期一的天气状况上面 中南部天气前朗 但是在北台湾有些降雨 在东半部地区 同样也是有飘雨的情形 这样的一个天气形态 主要是因为华南云系 在星期一的时候 水气还是偏多 通过台湾的上空 再加上有微弱东北风的影响 因此在北部东半部地区 带来这样的降雨形态 到了星期二的时候 水气量是逐渐的减少 温度也会逐渐的回升 不过星期二的晚上开始 天气又会有变化 我们赶快带大家来看到 未来一周天气起起伏伏 到底有哪些的变化了 首先在星期二的时候 这一天东北季风减弱 风向逐渐转来偏东风进来 但是在北部跟东半部的迎风面 还是会有一些短暂雨 主要就是华南云系远离之后 还是有些残存的水气在 因此在北部东部地区 都有一些短暂震雨的机会 高温的部分在北台湾 大台北地区大约在24度左右 到晚上开始 风面逐渐接近 天气会有变化 星期二的晚上到星期三 这段时间风面通过 各地受到风面的降雨影响 各地都有短暂雨的机会 但是主要还是以北部跟东半部 以及各地中南部的山区 近山平地地区为主 温度的部分下滑 在星期三的高温 北台湾掉到剩下20度左右 跟今天蛮类似的 但是在低温的部分 剩下一字头只有在19度 因此如果你是比较怕凉的朋友 记得还是要穿保暖一些 星期四之后 温度是一路的往上走 星期四到26度 星期五星期六的高温 北台湾可以来到30度 感觉春夏的感觉又回来了 温度一路回升 不过要注意在星期六的晚上开始 另外一波的封面接近 星期六晚间天气之后又会有变化 我们看完一周的天气状况 先来看一下 目前华南的水汽逐渐在远离当中 台湾附近剩下一些禁地面的水汽 还有残存 但是有微弱的东风 如果吹进来的话 在东半部的迎封面 都还是有些零星降雨的机会 我们再快看一下 未来一周的降雨趋势的部分 就可以看得出来 在星期二的时候降雨的趋势 主要各地山区 以及东半部地区还是有 但是降雨的强度跟今天比起来 会稍微再趋缓一些 星期二的晚上到星期三 受到封面通过的影响 整个的降雨区块逐渐的扩大 中南部地区也都有下雨的机会 各地山区也会是降雨的热区 星期四到星期六这段时间 水汽逐渐的减少 到了星期六的晚上 另外一波的封面逐渐接近 中部以北东半部地区 又转为有降雨的天气形态 我们从地面天气图 继续带大家来看到 在星期二的晚上的时候 就可以注意到封面现在在台湾的东侧 也就代表说封面在星期二的晚上 是已经通过台湾的上空 这个时间点的话 北方的高压系统 冷空气又要进来了 星期二到星期三的这段时间 冷空气吹进来 因此在北部地区的高温 下探道只有在20度左右 低温的部分只有在19度 到了星期五星期六的时候 天气状况上面大致回稳 不过星期六的晚上开始 另外一波的封面又已经开始构成 在台湾的东西北部海面 这个时间点封面也会通过台湾的上空 接下来同样的形态 冷空气从北方下来 这一波的冷空气强度 并没有到非常地强 星期日的时候北部的高温 大约还有在24度左右 所以整体上面虽然有一些降温 但是整体上的冷空气强度 并没有星期三这一波这么强 只是提醒大家 如果你星期三 星期日 有安排户外活动的话 周休假期六日的天气状况 会比较不一样 来看到各地的详细预测了 在北部地区星期二 高温的部分可以来到 22到25度左右 桃园云北云量还是稍微偏多一些 中部地区在高温的部分 可以来到28到30度 而在南台湾 高温的部分在屏东可以来到31度 但是恒春半岛 还是有些降雨的机会 而在东半部地区 高温的部分则是可以来到 24到27度 台东有些短暂震雨 而在外岛地区 马祖的高温在20度 有些震雨的机会 金门跟澎湖 则是可以来到24到25度 未来一周 我们可以看到 在星期二的时候 有些零星降雨的机会 星期三主要在北部跟东半部地区 受到封面通过 再加上东北季风的影响 有些迎封面的降雨 星期四 星期五 天气逐渐回稳 到了星期六 又会有另外一波的天气变化 而在外岛地区 同样要注意到两波 就在星期二到星期三这段时间 以及在星期六的晚上开始 天气又会有变化 小丁尼要提醒大家两件事情 北部跟东半部地区 星期二还是有些降雨的机会 外出记得背雨剧 另外入夜之后 天气受到封面的影响 会有比较明显的变化 转为更湿凉的天气形态 往北往东走 记得穿保暖 攜带雨剧 我是陈志根 广告回来 请您持续锁定中式新闻